江维在岐山困住了邓岸 这个战绩可真是得来不易啊 此次北伐中原 这一出兵不怎么顺道 原来想得过逃城找一个存粮之地 再联合枪族借用点力量 结果逃城没取下来 还搭上了一员大将下头吧 江维心里头很窝火呀 哎真不容易 居然把这邓岐给困在岐山寨里 现在邓岐外无救兵啊 他岐山大寨人马并不多 江维心想 这次能够把大寨给他拿下来 再生擒住了邓岐 我就可以跨渭水进兵长安了 可江维这高兴 他是猛攻猛打呀 正在这时啊 成都来了一份诏书 这船只官居然追得站上来了 你说紧张不紧张 江维一愣啊 这是什么时候啊 皇帝怎么单单这时候来诏书呢 干什么呀 流产让江维回兵 赶快回成都 有事免疫 哎哟 行为怎么也着急这头我嗡的一下呢 他心想 皇帝有什么要紧的事招我回去 哎呀 现在不是石会儿啊 我这时要往下一撤兵啊 不用别的呀 手下的那些将组 就得跟我急了 江维一想啊 行了 他用好言打得走了这船只官 没理这事儿 继续还攻曹魏的大寨 时隔不久 成都又来了一道诏书 还是催江维回去 这下将维可有点为难了 说第一次抗旨不尊 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 还可以 现在这第二道诏书来的 这怎么办呢 连连抗旨 那还得了 将维仔细这么一拳横啊 嗨 抗旨就抗旨吧 等我破了大寨 卓主邓爱 进兵长安之后 我再向陛下请罪 我也认了 他仍然是把船只官打死走了 这次将维急了 他是率先锤反 身先士卒啊 将会亲自临阵指挥 摇着那令旗啊 他招什么急啊 他恨不得一切子就把这旗山曹尉大寨给吞下去 快点打吧 打完了之后 捉住了邓爱 我赶快回成都呢 问问皇帝有什么事 将维是这么想的 所以他急于取一下敌军的大寨 呵 这仗是越打越激烈 曹尉军族也急了 他们也知道啊 大寨一丢他们就完了 所以是拼死聚首 又打了一个通宵啊 居然啊 让江维取过来了三座大寨 眼看就瞅见敌军这中军宝杖了 江维是喜出旺麦 可就在这时 第三道诏书来了 这次诏书是措辞激烈 让江维啊 一刻不能耽搁 立刻回成都面军 有国事面役 哎呀 江维这回 可是真犯了犹豫了 连连抗旨 能行吗 知道的主啊 我是抓住战机不放 不知道的 难道说江维有不臣之心吗 怎么三道诏书他都不听呢 当年我家丞相诸葛亮在世的时候 在这方面都特别留心注意啊 何况我江里 哈哈 江维在邓中一跺脚 八把令旗卷起来了 纯令撤兵 这下 西蜀这些将族可就懵了 这怎么了这是 眼看就要夺取 敌军的中军保障 升勤邓哀 怎么这时大将军传令撤兵啊 呼啦这一下 都来找江维了 你一言我一语啊 有的是暴跳如雷啊 这些将左招极也是有道理的 现在真是豁出命来夺敌债 有的那将军呢 身上带了好几处伤了 连药都没伤 这可真撑得起 是清伤不下火线 这是什么时候 怎么这时候 您把兵马撤下来了 江维摇了摇头 立刻吩咐舍白先按他的三道诏书 全摆在那儿 把这原委跟众将怎么一说 众将傻了 哦原来大将军背着我们已经两次抗旨了 现在三道诏书来了 如果再不撤兵 这不是难为大将军将为吗 哎呀 众将反复想啊 到底朝里出了什么事了 皇帝有什么急事非得把江维将军给招回去啊 什么急事能有这个事急啊 我们这不是给陛下打天下创霸业呢吗 要不我们几次三番的这事干什么呀 怎么单单这时候传来诏书呢 有人上前给江维摇查守时里啊 大将军 您不是已经抗了两次旨了吗 第三道诏书来啊 第六道诏书来 咱们也不应该撤兵 这个战机绝不能失 好 江维大瞪着两眼瞅着这原叫 以你之间 以我之间还得望上宫 不能让这个邓爱喘一口气 告诉您得了大将军 朝中出世再大的事情 也没我们今天夺取齐山 兵过渭水取长安 这个事呢 说不定 这不是皇帝有意来传诏书 这准是有人在皇帝跟前进了残言了 这些命臣呢 他们整天陪王半价 高高在上 待到成都那地方是吃喝玩乐 自在逍遥 他哪知道 我们在前面这儿攻城夺债 战邓爱这么艰难呢 大将军 你想我们怎么能够回兵呢 不但不回兵啊 打过胜仗之后回到成都 您还得指问指问 把这宁臣抓出来 把他杀了 才能平起民愤 将为暗自点头 心说这番话说得好 我也想到这儿了 肯定有人在皇帝流禅跟前说了坏话 哎呀 不过万一要是真有事可怎么办呢 皇帝确实有急事找我商议 或者朝中出了什么大事情也未可知 皇帝拿我当个主刑骨 我是西蜀国的大将军 所以才三次传召叫我回成都 怎好一而再再而三的抗旨不遵呢 列位将军 我们还是撤兵吧 哎呦 急着众将擦全磨掌了 一个个是议论纷纷 怒气冲天哪 那也没办法呀 只得撤吧 江维传令 徐徐撤兵 把人马撤走了 邓爱在奇山寨中 长出了一口气 哎 邓爱心想 江维打得这么猛 眼看都要占了我的中军寨了 他怎么会把人马撤走了呢 哦 邓爱想起来了 说不定啊 这还是我上次派党军到成都 贿赂黄号 那个力量吧 邓爱刚想到这儿 有人提醒邓爱啊 将军 这江维已经撤了 咱们赶快追杀吧 晚来 邓爱一白手 江维江不约 深得武侯真传 此人很会用兵 如果我们要追赶他 一定得中他的埋伏 见机行事免得上当 那意思就是不追了 江维把人马撤回了汉州 安顿好了之后 他立刻带领这些亲随小校 赶到成都 来见刘禅 到了成都 他想建家 一连十天 就没看见刘禅的影 这刘禅根本就不上朝 黄门官就告诉江维啊 说是天子啊 国事太忙 不见 你说把江维给急的 心说我在西山那会儿 眼看就要擒住敌军之手了 这么紧张的时刻 我跑回成都 满以为皇帝真有重大事意 同我商议 怎么现在他不见我呀 不咱不见 连早朝都不上了 这倒好 西蜀国的文武百官 全放假 放假啊 皇帝不临朝 文武百官干什么去啊 这五朝门呢 都可以张网罗雀 得鸟都行 真清静啊 你瞧那黄门官 再看那武士 站的那哈 一劲打盹 还有小时候聊天的 这哪像是皇宫武门呢 哎呀 将为整天早晨 老早就来呀 只要是天道无骨 将为准在武门后址 一连战了十多天 也没能进得了这皇宫 也没看见刘禅这面 他几次告诉黄门官 请你到里面回复圣驾 就说将为奉旨回成都 前来面军 黄门官瞅着这将为 一劲直咧嘴 大将军 您风风火火的 由齐山战场上赶回来 我能看不出来您有急事吗 我能不给您回禀圣驾吗 可是 万岁不见 天哪 啊 江为听的这儿 梁太阳之冒火呀 心说这是怎么回事 皇帝一连三道诏书 把我从齐山镇前催回来了 合着整天早晨就让我在这儿溜枣弯啊 江为急了 他用手一提袍筋 江为要闯宫 就在这时啊 听身后有人说话 啊 前面可是大将军 伯约吗 什么人 江为回头一看 原来是密书郎 戏正 哎哟 江为瞧真不如意啊 真能在这儿碰上个人 于先生 原来是您啊 不于这乡有礼 哎哟 岂敢岂敢 大将军 您风尘仆仆 是不是由齐山大营来 正是 啊 先生 我问问你吧 有这么这么这么回事 陛下把我叫回成都 究竟有什么要事相伤 先生 您能知道一万吗 哎 戏正叹了口气啊 瞅了瞅 五门前的黄门官和武士 大将军 您请到这乡来讲话 大将军 陛下给您下诏书了 正是啊 列列三道诏书是十万火急啊 可是我回了已经十多天了 陛下 每天都不临朝 也不见我 这算合一 哎呀 大将军 您还不知道啊 据我所知啊 黄浩 黄浩 他有一亲信 挚友 此人姓 言明语啊 黄浩打算把言语 给派到汉中去 代替将军 所以我听说 朝廷这才下诏书把将军召回 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 叫您回来 就是这个事吧 哎呀 将军气的 拘法到数啊 当时他就急了 好皮肤 黄浩 我是 啥子 换处 他耽误了国家的大事啊 江维啊 要跟袁绍学了 当年袁绍 不是杀过十长士吗 今儿啊 我就把这黄浩斩了 想着那会儿 他转身就要走啊 进宫去杀黄浩 戏张一把就把江维拉住了 哎呀 将军 慢来慢来 您发不得火啊 大将军 既武侯之势 任大之众 岂可造策呢 您闯进宫去要杀黄浩 如果天子要不答应 这不是反为不美吗 这个 江维点了点头 先生直言是耶 那我该怎么办呢 我怎么也得见见皇帝 先生 有何妙计叫我呀 您给我出主意吧 哎呀 喜正想了想 将军要见价也不难啊 据我所知 陛下每日清晨 必然在御花园 饮酒 啊 大清早晨他喝什么酒啊 喜正一听将军哪里知道 陛下 彻夜不眠 他一宿一宿的 听歌看舞 天亮了 正好 陛下有点累了 杜菲饿了 所以每天一大早 他就喝上了 您想想 他哪有时间临朝议施 哎呦 江维听着这心里别提多难过了 那么按您这个说法 现在我家陛下正在御花园饮宴呢 喜正抬头看了看天 东方一轮红日高升 嗯 差不多 现在恐怕是九智半憨呢 那好 我现在就到御花园见价 先生 回头见 江维冲着喜正一拱手一转身 登登登 喜正在后边哈雷声将军 千万莫要动怒啊 江维走出好远了 他点了点头啊 江维奔武门来了 哎呦 他围着这个宫墙转了一个弯儿 把后宫门来了 后宫门的武士想把江维给拦住 哎呀 大将军 您不能进去 哎 江维看了他们一眼 微然一笑 犹打怀中啪啪 诏书拿出来了 陛下亲自给我下三道诏书 有国家大事与我面商啊 你敢耽搁吗 把武士都给站住了 还没等回声话来呢 江维啊 腾腾腾 一撂战袍 他进去了 刚走到宇华园的门前 喝一阵悠扬悦耳的弦乐声传过来了 江维就顺着这个声音绕过甲山直到宴前呢 他跪倒见将 这下吧 把皇帝身边站着的那黄浩客给紧张坏了 呦 黄浩心说这江维好厉害啊 怎么他敢闯宫啊 看来他这是从后宫门进来的 我在这太不方便了 吓得黄浩已抽身自留一下 藏着柱子后边去了 刘柴也愣了 啊 啊 是爱卿你呀 陛下 没等说话将为眼泪扛下来了 臣在西山困住邓爱 陛下连将三兆 招臣回朝 为神圣义为何 你到底有什么事把我叫回来 几句话问得刘柴是哑口无言的 一个字他也没说出来 一句话也回答不上来了 江维看了看刘柴 望他身后和两旁这么一瞅啊 没有黄浩的影子 江维准知道黄浩藏起来了 你藏起来 我也得说呀 陛下 我明白了 此乃是黄浩用的奸计 黄浩坚求尊权 乃灵帝之十长事也 你可别忘了 汉灵帝身边的十长事啊 陛下 你尽则见于张让 远则见于赵高 应该早杀此贼 陛下如果能斩了皇后 朝廷自然清平 中原方可恢复 江维这话说得很深刻呀 他告诉刘柴 往近了说呀 就是灵帝身边的那个张让 他怎么霍国殃的民你知道 往远了说呢 秦赵高啊 就是指路为马那家伙 你可要好好想想 现在你赶快把黄浩杀了吗 刘传一听 哎那个那个 哎哎 不许爱卿 黄浩是个小臣啊 就算他专权 他又能怎么样啊 啊 当年董允娜一提起黄浩 就咬牙切齿的 呃 朕工我很不高兴啊 黄浩这点小事 卿家何必这么介意呢 哎呀 陛下 江维听得这往前爬了半步 陛下今日不杀黄浩 祸不原也 哎 刘缠摇了摇头 长言说 爱之欲其生 物之欲其死啊 爱卿 怎么能容不得一个小小的宦官黄浩呢 哎 我给你下诏书是不假 哎 寡人我很想念你 现在你这不是回来了吗 很平安 这很好吗 爱卿就在成都多休息几日吧 你不要怨恨黄浩 黄浩对爱卿你还很有感情的 他不止一次在镇宫我面前提过你 说你在汉中太累了 想派别的将左去镇守汉中 把爱卿你换回成都来陪王办家 你看 黄浩这人不是很不错吗 哎呦 江维听得一会儿一阵摇头啊 心说陛下你怎么能糊涂的这个份上 黄浩浩这是惦念我有感情吗 刘缠一瞅江维这气没消啊 哎 这样吧 我让黄浩 见见你 啊 你这气就消了 黄浩哪去了 黄浩 他往四外一撒么没有 连叫几声 黄浩战战兢兢游打 那柱子后边转出来了 陛下 我在这儿呢 你过来过来 见尽大将军将为 啊 你不要怕 有什么话你跟江维将军说说 遵旨 呵 这黄浩装的真像啊 下的脸都白了 反正一半是装的 一半他真有点害怕 他扑通一下 给江维跪下 这家伙 得势的时候是高高在上 当他要为了活命的时候啊 他可以挫下八倍去 伯约将军 我没在圣上面前动过本 我也没说过什么 我不过就是早晚侍奉在陛下的身边 我从不干预国政啊 将军 您可不要听信外人之言 将军要杀我的话 我皇后这条命就在将军的手里啊 往将军多多怜悯 饶了我吧 说完了之后 他是嘣嘣嘣 想头碰地 脑袋愣磕出一包来 你说还让江维说什么呀 这个皇帝是整个一糊涂虫 说什么也说不明白 江维也看出来了 这刘缠根本舍不得杀皇后 杀不了啊 再看看皇后那个讨贤的样子 气得 江维一挺身站起来 转身就走 他愤愤不平离开了皇宫啊 来到宫门外一看 郁政还在这会儿等着江维呢 他不放心 看江维满脸怒气的出来了 郁政赶忙迎过来了 大将军 您见着陛下了 陛下说些什么呀 将维就把方才的事情 跟郁政说了一遍 郁政一听倒吸口冷气 哎呀 将军您祸不原意 将军若违国家随灭 你危险了 您要是有个好点啊 咱这习俗国可就完了 啊 江维听着这声愣住了 愣磕磕磕半场无言 他一把拉住了郁政 先生 有何保国安身之策 叫我江维 你快给我出个主意吧 郁政想了想 将军若想保国安身哪 只有赶快离开成都 这儿您是待不下去了 这不是明摆着吗 你当着皇后的面 一个劲的劝说皇帝 把皇后杀了 他不恨死你啊 他还能放得过你 不出几日 皇后就可以要了你的命 所以你得赶快离开这儿 江维一听到我上哪儿去啊 只有一个去处啊 在鲁西 这地方叫踏中啊 此处土地极其肥沃 将军你何不效法当年武侯屯田之师呢 你可以奏明天子 闲去踏中屯田呢 有四例 一 等卖赎之后 您可以多打粮食 以驻军师 第二呢 您可以进途拢幼朱俊 您可以进取拢幼 第三 为人不敢正视汉中 第四 将军在外掌握兵权 人不能图 谁想再要害您杀您 那可太困难了 您可以避祸 这就是我说的那四例 一是兵精良足 二呢 您可以进取拢幼 三可以保国 四可以安身 这就是我要跟将军说的保国安身之策 将军 一早行啊 要走您可得快点 将军听得这会儿心中大喜啊 给玉政深识一礼 先生所说 真乃金石之言也 哎呀 将军一天都没耽误 当即给刘禅上了一份表 要笑舞后 到踏中屯田 这刘禅呢 当时就答应了 当夜将军就离开了成都 回到汉州聚集中将 大伙这都等着盼着呢 到底皇上有什么事把您叫了去啊 将军呀 把皇后这段事没说 他告诉大家 叫我回来确实有事 因为连年征战 大家都很疲劳 咱们粮食也不充足了 我这次要亲自带精兵拔腕 前往踏中重脉屯田 徐途进取中原 我想无王而不胜啊 当即传令 他让胡帝守汉寿城 让王涵带兵守住乐城 让蒋宾讲书付迁 同手关爱 一路扎营四十一座 连绵不绝 好像摆下一座长蛇大阵 随后江维 上踏中屯田去了 探什么 抱进了洛阳 四那招是文报大怒 他火了 好啊 江维屡翻中原 不能搅除是我心服大观 他现在屯田去了 故要亲自统兵 平灭西蜀 旁边有人哈哈大笑 这又何必 诸公不必动用张公之剑 我有一计 可讲江维首计 谢鱼 麾下